一件石雕作品为何被投保1.3亿 一场石雕展览为何会吸引众人的目光 一位雕刻家为何对寿山时情有独钟 敬请收看周边中国五十集系列片 一方收藏第十四集 时中春秋 2012年3月1日 一场特殊的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拉开去 这场名为智归顽浦的寿山石艺术展 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新款正式开馆后 举办的第一场展览 这些灵弩剔透美轮美奂的石雕 吸引了大批观众 而全部作品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他就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陈礼忠 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开馆之后的第二天 我们举办了陈礼忠的寿山石雕艺术展 为我们正式开馆 增添了一个特别的内容 据说展品所用的许多石材 都是陈礼忠自己寻找的 为了创作 他还收藏了许多寿山石 那么陈礼忠与寿山石的缘分又是从何开始的呢 晚上陈礼忠工作室的灯还亮着 从十几岁开始学习石雕 无数的日夜他都是与这些石头一起度过 用手中的工具一点点刻出心中的图案 枯河 请咬连盆的这样的一个题材 这底下是一个枯萎的荷叶 这件作品的石头的原材料虽然是巧色不多 但是它极少的像这种是黑色的 我都把它运运到的 这些是陈礼忠用寿山石创作的荷叶与琴影 比起画家在白纸上随意挥洒 刘可家显然没有那么自由 石料开采出的形状与原本的颜色都是极大的限制 只有好的创作者才能在有限的空间里 赋予石头全新的生命 为了雕刻 陈礼忠这些年一直在收藏寿山石材 桌面上的这些像这个镀成坑的石头 这个是老领石 这是葫芦石 这些的材料不仅很适合用圆雕的手画 什么是圆雕呢 像这样立体 立体雕 就不是说在一个平面上 像立体它在市面可以观赏的 像这个石头它是什么石头 这块是葫芦石 葫芦石 对 葫芦石 所以这么光滑是已经打磨过了 对 它从严重中开采出来之后 然后把这些杂质 这些剔除之后 然后又经过了打磨 打磨水感觉到非常地亮丽 这个就属于原生态的副芦石 对对 没有经过打磨的 这是一件可好的小作品 它的材料跟这块石材料是一样的 葫芦石它的特别 它就是很美的材质 后面都会肩甲 盐石 但是这些盐石呢 也可以雕作 也把这种葫芦石的 这种天然之美把它展露出来 传统的寿山石雕 讲究美食精工 许多收藏家都首先看食材的好坏 这里就是我们周末的 四方式的集市 周末啊 对 周六周末 大家都来这里超原始 那这个多少钱 这个呀 这个六千 这个怎么样 这个这个不错 这个呢 那是三百 三百 这多少钱 那是三百 三千五 三千五 知道啊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知道 我知道 陈立中告诉我们 寿山石有上百种 每个小品种里面 都有品质高效之分 市场上熙熙攘攘 人头涌动 但更多的是硬张和把玩键 作为雕刻家 陈立中 简然需要一些 体积更大的食料 这恐怕就需要去 寿山石的原产地 看一看了 离福州市区 大概三十公里 有一个叫做寿山的小村子 寿山石 自己开采以来啊 已经我们发现了 有一百多个品种 这边就通往这个杜城坑 这边通往高山 而这边我们的 对面呢 就是 扇博洞石 后面呢 就是生产 中的起降 十种的地方 而我们的底下呢 这条就是 中的田环溪 溪的两边和溪底下 就藏着寿山石里面的 十种之王田环 在寿山村 很多原石都在石农的手里 寿山石一条街 旁边都是卖寿山石的 对对对 这个村落就叫寿山村 寿山石呢 就是从后面的 那种高山上 开采出来的 那个商风 这个地方就是寿山石的原产地 寿山石就是以这个村落的名字 来命名的 如果说您要去找一些的食料 也会来这来买吗 对 老的房子啊 都在后面 我们在十多年前呢 就是我们买 买石头的时候 都是到他们这些家里来买 去石农的家里 去石农的家里来买 那现在呢 现在 因为石农可能都开店了 对开店了 那今天你打算就是说 去石农的这个店铺里去看看 店铺里看 然后也有到他们家里去看 我们往这边走吧 大师你好 你好 为了你这些东西 早上是你什么位子 高山 高山 三层 什么样的石头是您想要挑的 可能像这一类的对比 很强烈 黑白的 黑白的对比很强烈 小时候比较分明 可惜的就是 它可能在开采过程中 用了炸药 把里面的蒸裂 有类伤 有类伤 这一块可能更适合雕刻 红黄 白色 还有一点黑色 处理原雕雕刻 这个很适合 这块要买多少钱 四万三 四万三 几块十块要四万三 四万三 我要买下来 现在就是 说上是这种原材料太贵了 这一片都要几万块 小小石头 小小石头身价不凡 它的开采最早源于何时 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如此昂贵 陈里中有着哪些特殊的收藏 请继续收看 走遍中国 走遍中国 时中春秋 寿山时的食材 为什么如此昂贵 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们在食农的带领下 到开采石料的矿洞里 一探究竟 山上叫杜林山 杜林山上有三个线脉 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线脉 你看一下 我的线脉就从这里来 这个算线脉 这个就是受伤的矿石的矿脉 受伤的土化叫线脉 由于受伤时 属于一种稀缺的天然矿产 资源有限 而历代的开采 让现在的原石越来越少 石头的价格也就节节飙升 除了石料之外 陈里中也收藏了一些 寿山石的成品 这些作品呢 有的像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我老师本就和本大师课的 这件是林亨宇大师的作品 都是我两年前从那个价格拍卖 因为航空学科的 非常难得的 这个这样的石头呢 你看 它没有一点的巧色 这么微妙无效的 把那些石码刻得如此深度 说起石头 陈里中可以讲述许多 他说为了一件叫做春生素的作品 曾经赌上了自己的全部身家 为了买这块石头 几乎是清净我自己的所有的积蓄 加一点积蓄 但是真的有点出生流度不怕虎的 那种的精神 所以把所有的积蓄都买在这块原石上面 生活也陷入难以为禁的紧困境地 还把当年完装的一套环子卖掉 赌上身家性命去搏一搏 能否换来好的结果 陈里中当时并没有更多把握 十几年来 陈里中已经记不清来过寿山村多少次 但是遇到春生素的情形 他至今历历在目 1995年夏天 那天呢 听到寿山村的石农 谈到说刚刚在山上挖到一块 很大的一个寿山市高山的鸡母窝室 到高山的鸡母窝的洞里面去寻找去看 但是到了洞口的时候天色已往 但是还打着火把进那个山洞 一见到那块巨大的鸡母窝室 上面五彩斑斓 五色俱全 感觉到心中一阵的激动 我们来运这个石头的时候 请了18个民工 民工人一路叫着耗子 那个场面非常的壮观 耗子声惊动整个寿山村 据说寿山石雕不论体积大小 过程都一样复杂 需要经过巷石 雕刻 打磨等等许多环节 如果是大型的作品 就需要花费创作者更多心思 我们前辈呢 有个口诀 叫做鲜花插头钳 巧色画面上 就是说把最好的颜色 放到正面的地方 然后也要画的时候 要根据它 比如它石头里面有些裂痕 这样把它怎么样处理 裂痕需要避开 还是有时候还会利用一些裂痕 那里面刻进去 那里面就把它画掉了 就是按照你画的这个图案 先把这个大型弄出来 那一般像这个过程 大家要花多长时间 像这种小块的 小件的 小件的 像这样的过程 差不多要花两天时间吧 那能让我试一下 好 像这个刀的话 一般是比如说是这样 要刻这个形的话 是这样弄吗 是 我觉得挺硬的 这样没分的不行 要分 这个拇指是这样分在这里 这样才能刻得动 我这些感觉 像我就是 可能如果要是 方向掌握不对的话 可能根本就 没有什么效果 经过五年的精心创作 陈立忠终于完成了 大型寿山史雕 春生复 在作品的中心 它雕刻了一缝一簧 而56只形态刻意的小鸟 在周围环绕 配上各种寓意祥和的花朵 色彩绚烂 一片春天的圣景 让人惊艳 2010年6月 在上海世界博览会上 陈立忠创作的作品备受瞩目 春生复被当作福建馆的镇馆之宝 在展出期间 组织方特意为其投保 1.3亿元人民币 是迄今为止 中国石雕作品中 承保金额最高的一件作品 在城里中的工作室 可以看到许多寿山石雕 自己的一些作品 产品呢 收藏一些东西的 比如说在这里面 对啊 也在这里面 应该都是非常珍贵的 像这个是一个什么作品 这个石头 这个是坑头石 坑头石 坑头石 对 在水栋坑头石 很水润的感觉 这种 通透 值多少钱 这个几十万吧 这个要值几十万 太珍贵 那像这里面 也都是您的一些藏品 是 这些都是田黄石 这里面都是田黄石 田黄石 田黄石等于说是石壁了 好像有这种说法 这是乌鸦皮的田黄石 就是外面有一层黑色的石皮 等于说是 第二层是黑皮 然后第三层是很宝宝的白皮 白色 所以是三层皮 最里面是黄色 一两田黄三两斤 那田黄的稀有程度 比金啊 玉玺啊 甚至比钻石还稀少 一克 都要在两三万左右 一克 是一克 一克 一克 那像这一件 大概有多少克 这有三十多克 三十多克 那至少值几十万了 是 《观石录》记载 宋石固有坑 由于寿山石 温润光泽 易于奏刀的特性 很早就被用于做雕刻的材料 在福建省博物院的展厅里 可以看到很多古代的雕刻品 陈立忠经常来这里 看看古人的雕刻技法 与造型特别 从现有出土的事物来说 最久的就是这两对猪 就是这边上那两个小的 就是在前面那个两对 一对一对 两对小是猪 南朝的坟墓当中出土的 是南朝的 南朝 它是一个什么材质呢 它这个材质呢 在受伤势来说 所以现在我们称它 叫做老领石 为什么一千多年以前 一直到宋朝的一千年 这个都市大部分 用这个老领石呢 是因为老领石的这个矿城 它跟高商石啊 跟田房啊 它不一样 它来源呢 就比较 它是一种 整个露天 露天黑盖材 这种石头 为何备受收藏价的主物 刘客家如何潜心创作 让寿山石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放异彩 寿山石 到底魅力何在 请继续收看 走遍中国 时中春秋 人们越来越热衷于 收藏通常意义上的美食 喜欢温润 甚至晶莹的食材 早被开采的老领石 因为外表粗糙 却被渐渐冷落 这些就是老领石 这些都是老领石 这些都是老领石 它这等于说体积就比较大了 体积比较大 但这些石头您就可以腰磕 有的可以腰磕 也是要挑选 虽然那些老领石还是要挑选 这么大的体积的 要把它切成小块的 切成小块的 对切成小块的 这些是老领石 这个老领石 比如说像这种石头 怎么能看出它好 它这种石头 你看它这个就是红色的 它这里面也有红色的 放点水箱子 颜色能看清楚点 它这等于说也有分层 也有分层 红 灰 黑 还有颜色也是挺丰富的 那像质地有好坏之分吗 老领石也有分质地好坏 也有细腻的 也有细腻的 这个地方可能在这个砂石比较多 砂石比较多 就属于比较差的了 对 就不够细腻等于说 砂石比较多 杂质多 可是它是岩石比较多 刻的时候 你看里面有岩石 岩石 成分 那像铃的话 可能就不会选择这种材质 就要把它切掉 切成小块 那像老领石 是不是属于寿山石里面 相对来说 数量多一些的这种食材呢 老领石在寿山石里面 算产量比较大的 它是因为它露天开采的 露天开采的 老领石外表灰暗 毫不惹人注目 在寿山村 它们往往就随意放在路边 然而 这种石头 却是这里中眼中的质宝 似乎它用独到的眼光 再次发现了老领石的美 并将它们 作为自己最独特的收藏 每年的夏季 陈里中就都会背着画板 到公园写生 但他喜欢的 并不是盛开的荷花 而是即将枯萎的残荷 在他眼中 看似枯萎的荷叶 有着更为强烈的生命张力 这些年 他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食材 可以表达这个特殊的主题 和自然界都像枯萎那样 它们枯黄的颜色 和老领石那样 暗淡的 枯黄的颜色 它们就是一个很一致 这样的一种自然界 和艺术的加工 能够很好的切合 我感觉 完成可以创作出 在普通的材料里 完成可以创作出 创制的艺术精品 采用在传统观念中 不受重视的普通食材 在寿山世界 是个空前的选择 陈里中拜访了 自己的恩师 房九和 幸运的是 这个想法被老师所认可 2005年 陈里中开始走出国门 在其他国家的艺术殿堂中 他受到了很强烈的震撼 更坚定了自己的理念 参观了英国的大云博物馆 华国的博物工 包括黄碧干的大教堂 意大利 普伦罗萨 我感觉到 从欧洲的 在500年前的 文艺复兴的那些 大家的 他们的作品里面 渗透了很多人文精神的东西 在卢浩宫里面 和一些重要的教堂里面 看到的那些 就是用普通的 花干年 大美食 汉白玉 刻成的艺术作品 他能够 这些艺术大师的双手 能够让普通的材料 幻化出 他的生命 不宜为追求材料的昂贵 重新发掘 普通食材的价值 成为陈立中 创作秉持的理念 他将许多 原本并不受到重视的 寿山式品种 纳入自己的视野 并创作了 一系列的作品 在普通食材里面 它属于普通的材料 当时在过世的时候 就想把 利用一种空间 一颗枯木 然后一支 这个 突就 站立于枯木之上 然后在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 巧色的部分 把命运在他的头部 就使这个鹰 它更加鹰鹉 杀杀鹰枝的 2012年 与这支鹰一起 陈立中创作的 一百多件寿山式作品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受到观众的 工钱认可 而他的实践作品 也被中国国家博物馆 所收藏 陈立中透过食材 传递着自己 对于生命 独特的感悟 而这种艺术 主追求 对寿山时而言 则开创了一个 新的格局 光节度可能也是很满的控制 比如这个鸟的这个 鸟这个 用了很好的光源 这个合金都是磕出来的吗 都是磕出来的 这条合金也是得了两 所以我们的 这样的材料基本是废弃的 废弃的 不用了 这个你都要找不得了 陈立中在寿山石雕的重要突破 就是他突破了传统 关于寿山石雕材质的局限性 不完全用名贵的 那些经典型的食材 而用了其他一些 同样适合表现和塑造形象的食材 也就是天下食材 皆可为我所用 就在展览结束不久 陈立中又开始了新的采封 或者他的寿山石创作 即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一把看似平淡无奇的紫砂狐 却被狐迷称为紫砂狐王 一个半路出家作狐的门外汉 成为海派自杀领军人物 敬请收看作边中国五十集系列片 一方收藏第十五集 四海神湖